今天晚上亚洲杯中国南蓝对阵韩国南蓝 他将是比赛的胜负手 带他来就是为了打韩国队 大家好 这里是大唐聊球 欢迎广大球迷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亚洲杯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 将于九点正准时进行 央视体育频道将进行现场直播 中韩南蓝是多年的对手 两队在比赛中只要交手就会出现火花 非常吸引广大的球迷 所以对今天晚上这场比赛 大家非常的期待 希望中国南蓝能够取胜 打出一场漂亮的比赛 可是现在中国南蓝困难重重 因为疫情的原因 人员非常齐缺 像周琦 赵继伟 郭爱伦 易建联 周鹏 等等一些球员都没有来到赛场 无法参加今晚的比赛 其中的老队员应该算王哲林和翟小川了 12人的大名单中大多数是新人 所以他们在今天晚上的表现还是一个未知数 希望他们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给我们带来一场胜利 而今天晚上对阵韩国队最关键的人物将是孙明辉 大家知道孙明辉出道以来 最出色的比赛就是对阵韩国队 孙明辉也因为2017年对阵韩国队的半场比赛而一举成名 在那场比赛中 孙明辉下半场出场 结果只用半场的时间 六投六中获得了19分 而且在比赛中 多次阻止了韩国队上升的势头 打乱了韩国队的节奏 使中国队获得一场大胜 从那以后 每当遇到韩国队 孙明辉都像上足的发条一样 能够带领中国队打出漂亮的比赛 而且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数据 曾一度被称为抗韩英雄 所以今天晚上这场比赛 孙明辉将是这场比赛的胜负手 而杜丰能够招入孙明辉 一个是孙明辉非常有实力 而且也是发挥情的球员 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打韩国队 毕竟和韩国队对准 孙明辉非常有心得 能够给中国男男带来很大的帮助 所以带孙明辉参加亚洲杯 是非常正确的 也是杜丰做出了一个明确的选择 虽然现在中国队的后卫非常多 让赵锐 胡明轩 徐杰 郭爱伦 赵纪伟 等等非常有实力 但是在队中 他们仍然无法取代孙明辉的位置 可见孙明辉在杜丰心中的位置 在中国男男的位置 所以今天晚上希望孙明辉能够有好的发挥 给中国男男带来一场胜利 我们期待比赛的开始 期待中国队好运获得好的成绩 感谢广大球迷的收看 谢谢大家